你 哈啰 大家好 最近好吗 我是日本家好 今天呢 我要来跟大家测评这个 我前一阵子 刚拿到 也是有開箱的這個Court A5 Ultra Ash OK 這個呢 Court大家都知道是個非常知名的世界的 木吉他、電吉他、電背石的廠牌 A5咧 A是什麼 A是它的電背石的一個產品線 也是它基本上最高端的電背石產品線 叫做Artisan Artisan就是職人、工匠 很厲害的工匠的意思 所以顧名思義 它的做工跟它的用料 一定都是Court這個電背石產品線裡面 最高端的那一種 OK 但是咧 Court大家都知道它的性價比是很高的 所以它其實 也就是一萬多 的價錢 好 那 5咧 A5嘛對不對 5就是它的弦的數量 OK 所以A5就是 5弦 那這把琴也有A4 也有4弦的版本 所以 這個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 彈4弦或是彈5弦都可以 那A系列 它還有6弦的A6的 但是我現在要介紹這把 Ultra Ash 只有4跟5弦的版本 那 不是Super Ash Ultra Ash 那Ultra Ash是什麼意思呢 你會發現 Court的A5啊 後面有加很多形容詞 那我這把就叫Ultra Ash Ultra就是終極的 特別的 很棒的 A6就是沉木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把琴的這個貼面 就是非常漂亮 木紋非常美的這個沉木 A6 琴頭也是 這個木紋太棒了 然後呢 它的琴聲呢 是Mahagani 桃花心木 桃花心木也是非常多高端的琴都會用的木頭 好 所以呢 這個 它結合了這個 A6的跟桃花心木的特性 所以這個琴聲的這個聲音呢 其實是很 漂亮的高頻 跟很飽滿的低頻 然後呢 顆粒感十足 但是又不是 就是又是很這個溫暖的這種感覺 就是很平衡的一種聲音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到它的這個 Neck 它的這個琴頸的這個設計是通體式的 一體成型 Neck through 是五片式的 1 2 3 4 5 然後呢 它的這個深色的部分 這三種是同一個木頭 叫做Panda Panda 雞翅木 雞翅木 好 雞翅木的特性跟有一種木頭叫Wanget 有點像 但是又 真是 但是又更多一點溫暖的感覺 然後這個呢 米色這個就是我們熟悉的Metal 峰木 峰木就是很硬 然後所以就是聲音很亮 所以很多喜歡Chall Slap的 一定要峰木琴井嘛 那這個也是一樣 它結合了這兩個的特性 就是也是 整體來說這個琴的聲音就是我覺得非常的 平均 好 所以它適合 就是大部分的曲風都可以勝任 好 接下來呢 這個 它的這個 琴橋bridge的部分 是用Hip Shop 知名的這個 琴橋品牌 它的這個Transtone 它呢 它是這個 通體式的設計 所以它的聲音大家可以知道 就加出的是 它是這個 除了這個 這個琴井是同體式的 然後它這個 bridge也是這個 貫穿式的 所以它的整個 言音又更好了 雖然它的長度 這把琴的長度 弦長 只有34吋 不是35吋 有人會說 那它的低頻會不會 最低的弦會不會太鬆散了 不會 大家聽一聽 而且你看它的眼音非常的 衰減的 很慢 已經好幾秒了 對不對 還是持續著 不會有一些這個 共振不好的 它就 蹦一下 就衰減下來了 沒有它持續的非常的久 所以呢 它整把琴的這個整理的這個 共振是非常的就是 我覺得是很完全很好的 然後呢 它的這個 這個bridge 它可以調的 當然除了這個 八讀音需要調的這個弦的這個 前後 這個大家都知道這邊 然後它的這個琴橋 左右都可以調到琴斜度 然後它還可以有鎖定 所以它 穩定性是很高的一個琴橋 然後它的上弦枕 也是hip sharp hip sharp的這個 ultralight 減輕式的這個弦鈕 所以 減輕了百分之三十吧 所以它整體的比重 琴的整個比重 是非常的好的 它的這個整體重量 應該是3.7或3.8 對肩膀來說 其實這個沒有那麼大的負擔 這非常的重要 然後呢 它的琴頭 有發現比較小 有點像電吉他那種感覺 沒錯 它的琴頭 也縮窄 縮短 它的琴頭勒 就是跟正常的J-Bass 我拿一把 我另外把這個 Mike Moon的 J-Bass 放在地上 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差很 琴這個頭的高度差很多 所以你放琴袋 非常的好放 像這把琴啊 我放琴袋 那個琴袋都快被我戳破了 那個上面都快頂出來 有點凸凸的 但這個不會 這個很好收納 方便收納 OK所以這是一個我覺得就是 不管在工作或是攜帶幹嘛 都是 都考慮到很全面 這個問題 琴頭 也是AI的 攜帶的 很方便攜帶 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一下它的 電路跟實音器 電路跟實音器都是我們知名的 木吉他的這個電路實音器的這個牌子叫 Fishman 好 但是勒 這次 這個他是用 Bass跟Code合作做這個 Bass的這個 實音器 叫做 Hipshop的這個 Fluence 流暢的意思 這是雙線圈的實音器 好 那我會選這把琴 跟這個 除了這個美麗的這個 Ash的這個貼面之外 還有勒 就是這個實音器 因為 A系列 Astern系列 Artisan系列的這個 Bass 其他的 實音器 跟電路很多都是這個 Battolini Battolini沒有不好 但是只是 就很熟了 大家都知道 Battolini做了很多 實音器跟很多的 廠牌結合 MTD 什麼這些高端的都有 這個Fishman 是我第一次用 Fishman 實音器的 所以我很有興趣 那時候一試的時候 覺得 很令我驚豔 我覺得可能 因為我對 木吉他 就是 的實音器 沒那麼接觸 沒那麼多種 廠牌也就是比較多 就是Fishman的實音器 那我覺得Fishman 給我感覺是很 保證度很高 頻率 很清楚 高頻 低頻 中頻 都非常的清楚 沒有什麼 太大的渲染 那用在這把 Battolini 依然保持了 它的特性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的這個 電路的部分 首先這個是 音量鞋扭 這個音量鞋扭呢 還有功能 它往上拉 它是可以往上拉 切成單線圈模式 也就是說這兩個實音器 是可以有雙線圈 往下跟單線圈的模式 但是它都是音量 它的左側轉都是音量 接下來的這個 是實音器的 Bland 就是你要全部都前段 或是全部都後段 或是自中兩個都有 再來 它的EQ 低頻 跟高頻 兩個 雖然沒有中頻 但是其實大家 不用那麼在意這個 因為它其實 這個中頻的東西 我覺得放在 這個東西 它這邊有個 切換的這個 這個小開關 它有三段式 這三段式的 是它的內 內建 預設的音色 我覺得 蠻好的 就是它有點像是 你琴上就有一個 一個我們 外接的一個 不是地板 效果器都會有 EQ嗎 我們會設定好幾種音色 然後移到 Solo的時候我踩一下 第一種 可能 平常伴奏 第二種 它這個就像你琴上就有一個 EQ的設定 讓你快速的切換 它有三段 往下 它是說這個是一個 模擬被動式的聲音 就是聲音比較溫暖 不會那麼的 強烈 高頻也不會那麼刺 不會那麼強 不會那麼亮 低頻也不會那麼的大顆 比較保守一點 中間這個是全頻段 也就是 這個也是我最常用的 在這把琴上面 就是全部頻段都是開的 這種聲音 再來往上是 低頻跟高頻可能少一點 中頻比較突出的聲音 適合彈一些可能 funk這種東西的東西 或是比較 70年代那種東西的聲音 但是這個都是 我個人的感覺 總之 你就知道 它有一個三段的預設音色 而且預設都蠻好的 各自有各自特性 加上你可以搭配著 它的單雙線圈 以及這個 其他EQ的這個 電路的 配置的調配 所以它的音色可變度 是非常的 多 非常的豐富 我們現在先 雙線圈模式 然後我們切換到 所謂的 模擬被動的聲音 看看 有什麼差別 我先擺在中間 就是全頻段 也是最正常的聲音 然後我們再來 比對 被動式跟 中頻加強 OK 這個是正常的 雙線圈 然後這個 實音器也是兩邊都開的 也就是我們最常有的 正常使用的狀況 我現在音量還沒全開喔 它是吃一顆電池的 所以出力其實也非常的夠 那我現在同樣的東西 我用 所謂的被動 模擬被動模式的聲音 一樣雙線圈 然後 聲音沒有那麼厚 低頻沒那麼多 我發現它 這個是 正常全頻段開的高音 超高頻會更多一點 更透亮 那我切換到所謂的被動模擬被動模式 大家應該可以戴耳機可以感受到超高頻的感覺 那如果切換到所謂的中頻比較多、低頻比較少的模式 好 可以感受到中頻的部分比較出來一點 這個是沒有的 OK 好,那我們單線圈的來玩一下 單線圈 同樣單線圈,然後呢我的EQ這個 至中 單線圈的聲音就比較薄跟亮一點的聲音 很脆亮 我發現很脆 好,比較脆亮 單線圈的 那如果單線圈的被動模式 單線圈的 中頻比較 就是模擬funk 它感覺是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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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頻的顆粒 好 那這就是我這次的測頻 那當然這把琴因為可調性非常的大 好 不論是它的三段式的 這個特別的音色的設定 以及 單雙線圈的切換 再配合 這個兩段式的這個高低頻的EQ 還有這個 濕音器的前後切換 它可以組合的範圍 真的 還可以組合太多了 我不可能 我沒有辦法 在一個這個視頻裡面 就把它測 這個玩 就是示範給大家 這需要大家 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搞一支來 玩一玩看 Code A5 Altra Ash 非常 我覺得非常棒 非常棒的一把琴 CP值 性價比也非常的高 不會 不會讓你失望 好 接下來呢 我要繼續玩了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一會兒 感谢观看